它玉石的一電子寫微鏡 或是使用0.20百萬電子伏特 GAMMA射線是GAMMA射線 0.2M是GAMMA射線 寫兩個GAMMA射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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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0.2M電子伏特是GAMMA射線 寫微鏡同樣極限的見別率 所需的電子加速電壓一微合 你要有同樣的見別率就跟它波長一樣 波長一樣的話就有同樣的見別 波長越短見別率越大 見別率越好 電子的話它的那個電子顯微鏡 它的電子的波長是等於根靠無力 所需的加速電壓 幾分多少12.3M 它的單位是I 好 那我們看呢 0.2個百萬電子伏特 它的波長多少 GAMMA的波長多少 一分之一的話是0.2M 百萬十的呢 多少 六次方 它說是12400 這兩個要一樣 是不是 這單位也是 這單位也是I 也就是說 這兩個要相等 這根號不一號 要等於多少呢 12.3 乘以12400 然後這2乘以10的不是嗎 然後算出來又再把它平衡 那就是G 8 2 乘以12.3 所以124 等於1 0.1984 乘以10 等於多少 5-23 這樣子 然後這幾等於1 1.984 乘以10的平衡 乘以10的平衡 聽不懂 然後再給它平衡 這幾 把它平衡 這3.935 平衡多少幾 3.935 7 乘以10的4 4 3.94 乘以10的4 4 3.94 乘以10的4 4 3.94 乘以10的4 4 接下來我們底